进化论有三个诡异之处 达尔文也无法解释 人类起源再被质疑 在人们还没有如今的探索手段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对我们起源的探索 各种各样讲述人类诞生的神话故事也应运而生 例如在中国传说中 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女娲造人 传说女娲是人身蛇尾的一名女性 在历史初始时只有她一个生灵和其他的动物 她觉得很孤单 于是用柳枝沾着泥浆甩出的泥点子就变成了我们 在北欧神话里则是余树枝造成了女人 陈树枝造成了男人 而随着我们慢慢发展 有了相应的技术手段 不再相信神话故事的传说 对于我们自身的起源 也更想利用自身的技术 来知道真正的故事 正因为对于想要实现这个念头的热切希望 终于经过不懈努力 在1858年7月1日后 一个真正不同于神创论的科学理论 进化论诞生了 这个理论是由达尔文和华莱士 在1858年7月1日 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公布的一篇论文 这是一篇关于物种起源的假说 在当时 这一篇学说 犹如黑夜里的惊雷一样 划破了被《圣经创世论》 这块乌云遮住的天空 进化论的诞生 离不开达尔文五年的辛苦付出 他花费了五年的时间 环游各国 收集了动物和植物的标本 以及许多生物进化的证据 例如化石等 最终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与华莱士一起发表了《进化论》这篇学说 《进化论》认为 物净天则 适者生存 即生物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 这种现象叫做进化 而进化也分为有力进化和不力进化 让生物变得更加适应环境的进化 就是有力进化 反之就是不力进化 除此之外 促使生物发生进化的动力 是自然选择 在捕食者与竞争者的压力下 发生有力进化的生物 在强大的争斗中 更容易存活下来 而发生不力进化的生物 则会被激烈的斗争而淘汰 因此 生物只能按照这种方式 不断地让自己更适应斗争 因此 他们得出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结论 虽然在当时 这篇学说 被许多传教士和信奉其他学说的人们 认为是满篇胡言 还恶意攻击达尔文 对达尔文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许多困扰 但那些读过了这篇文章的生物学家们 都普遍认为 他们公布的进化论学说很有道理 因此 即使传教士们再怎么反对 这个学说也如同星星之火一样 烧过了整片欧洲大陆 但到了今天 达尔文的进化论好像已经没有了这种威力 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篇学说的不足之处 自从进化论建立之后 发生过许多争论 虽然进化论至今仍屹立不倒 但这些争论也证明 进化论的确有着不足之处 在这些不足之处中 有三个疑问最为让人不解 第一个就是人们最关心的生命起源问题 进化论指出的是 在一代代中不断地依据环境条件 发生不同的进化 由于环境的不同 因此有了不同的生物 但我们却有着同一祖先 那么这个祖先到底是什么呢 一百年来 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争问不休 科学家米勒进行了模拟实验 并根据实验过程和结果认为 是由于地球早期雷电提供能量 形成了有机物 经过不断地发展 形成了有机多分子 这些分子会自主聚集 形成团具体 并具有繁殖 生长等生命现象 进而慢慢形成了单细胞 虽然这个实验看起来颇具道理 但形成足够的有机物 非常困难 实际成功率很低 并且非常难以实现 第二个就是达尔文兼化论 过于强调了一个物种 变为另一个物种的过渡性 例如 假如进化论认为 由鸟类逐渐演化为爬行动物 在这个过程中 生物是逐渐改变的 不存在上一代还是在天上 下一代就没有了翅膀 只能做爬行动物 这就意味着物种过渡时期 是非常缓慢的 因此 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 一定会出现过渡生物 但正是无法找到足够多的 过渡生物化石 因此 进化论一直被质疑 除此之外 这种过渡时期 无法解释 寒武际生物大爆发 大约5亿4200万年前 到5亿3000万年前 寒武际的地层 在2000多万年的时间内 突然出现 门类众多的 五脊椎动物化石 而在早期 更为古老的地层中 长期以来 没有找到其明显的 祖先化石的现象 被古生物学家称作 寒武际生命大爆发 简称 寒武爆发 这种大规模的 生物种类增长 与达尔文金花论 持有的观点 大相径庭 虽然许多科学家 有着不同的解释方法 但始终对于这个疑问 不能得到一个 统一认同的说法 第三个 就是达尔文金花论 对于人类起源上的解释 也并不全面 首先 它并没有从遗传角度上 去进行考证 仅仅只是从个体方面上 讲述了局部 一些科学家们认为 是受当时的 科技发展的局限 其次 据我们目前的发现来看 人类的发展历史 仅有三四百万年 这并不符合 进化论的预测 依据进化论的预测情况来看 人类的发展历程 应该有一亿两千年左右 而三四百万年 未免太快了些 这三个问题 始终困扰着科学家们的研究 一些人认为 这些问题 就算是达尔文 也无法解释得清楚 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 有着一些缺陷之处 但不可否认的是 达尔文进化论 的确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优点 达尔文进化论 相比当时其他的理论 例如创世论 更加具有科学性 达尔文进化论 有着大量真实的物质 有着大量证据形成的 推测性学说 往往与事实更加相近 虽然在进化论中 有着一定的错误存在 但这些错误 往往是由于在建立学说时 找到的证据不足导致的 建立在大量证据上的 达尔文进化论 相比于当时 空口无凭的创世论 更具有说服力 达尔文明确地提出了 生物的变异和环境是独立的 是发生变异在先 然后环境 才起到了一定的选择作用 继而导致的优胜劣汰 这虽与当时认为的环境 在生物变异中 起到诱导作用的观点类似 但又有所不同 显然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比 没有达尔文进化论 对于生物进化方面的完整 不过 虽然进化论有着优点 但进化论存在的缺陷 仍引起了人们的在意 对于进化论中推测的人类的起源 也遭到了质疑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提到 达尔文认为 人类和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 否定了人类的特殊性 同时他指出 人类有可能是一种古代 一种披毛长尾巴的四族 棋息动物进化来的 将人与动物的特殊性否定 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随着进化论存在的问题被指出 这些人开始质疑 进化论推测的人类起源 这不是人类起源第一次被质疑 在进化论出现的之前和之后 都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人类演化的猜测 有些猜想 甚至比进化论还要受到人们支持 但最终 因为不符合逻辑被淘汰 海克尔的胚胎发育重演论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提到海克尔 就难免要说 海克尔这个人 其实是达尔文的狂热粉丝 不过因为达尔文与他的观点不同 达尔文并没有跟他有过多的接触 海克尔推崇的胚胎发育重演论 到底是怎样的呢 胚胎重演论认为 胚胎发育的过程 就是动物过去进化路线的重新演绎 即在胚胎的发育过程 代表了进化过程 海克尔提出了三种假设 第一假设 是高级动物的胚胎发育 代表了低级动物的进化 第二个假设 是在胚胎发育末期 本来不同物种之间 长相相似的胚胎 会通过增加减少一些特征 来改变模样 第三个假设 是高等生物胚胎发育早期 比低等动物的快 按照这种理论来说 我们只要研究胚胎进化路线 就能知道物种的进化历程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海克尔的胚胎发育重年论发表后 一席科学家通过许多实验 发现了海克尔所持有的观点的不正确性 并揭露了他为了自己的数据 看起来真实可靠 使用了众多手法来改变胚胎的样子 首先 他选择了长相本来就较为相似的胚胎物种 来进行实验 其次 他对胚胎的模样做手脚 尤其是人的胚胎 将它们本来并不相似的模样 人为改造成相似的 在海克尔这场闹剧事后 人们对于当时所盛行的各种人类起源学说 进行了科学的排查 虽然达尔文当时提出的进化论 的确有着缺陷 但它的原理是可靠的 所以为了让它更加的准确科学 人们对进化论进行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修改 最终确定了现代综合进化论 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认为 生物进化是由基因突变 基因重组 染色体编译提供的原材料 经过自然选择的作用 进行了进化 使生物群体内的基因频率发生变化 是群体性的进化 而非个体性的 其次 在生理上的隔离 也能导致同一物种 在适应不同环境过程中 进化出不同种类 现代综合进化论 是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 经过众多科学家 对于原本存在的缺陷改正以后 确立了一个新的学说 它较好的继承和发展了达尔文进化论的 原有理论 同时 现代综合进化论 彻底否定了获得性遗传 并肯定了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方面上的压倒性作用 现代综合进化论相比于其他的理论 在科学性和正确性上 有着更大的优势 更符合现有事实 因此 现代综合进化论 一直在众多生物进化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 达尔文进化论具有三个诡异之处 其实并不是无法解释的 有的是因为授予当时社会的科技水平 使进化论存在错误 有的是因为 我们现在并不能明白 在过去生物进化发展的道路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建立一个假想 需要许多数据支撑才能确立 同样的道理 否定一个猜想 也需要许多真实证据 才能说明猜想的错误 虽然我们现在质疑进化论的正确性 但并没有证据证明 我们说的是正确的 而且进化论 的确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相信在未来的哪天 通过我们不断地努力发展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真正完美的进化论 修正所有的错误 真正地找到人类的起源过程 并清楚生物的进化 发展的路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